殿下 是否饭菜不合胃口 要不 沐云去给您做些烤地瓜 父子所言极是 董我者沐云也 在想什么呢 那么如神 臣妾见过王君 怎么不吃饭啊 不合胃口 那就尝尝这个 本王亲自烤的 烤地瓜 快尝尝 看看是不是和你烤的一个味儿 不合胃口 不合胃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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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亲自为小九烤地瓜 一时感动罢了 好吃吗 好吃 那 和那个人比呢 哪个人 那个 你不是说过有个人 给你烤过地瓜 那是你吃过最好吃的地瓜 自然以后你就忘不了了 那 本王这次烤的地瓜 和那个人烤的地瓜 哪个好吃啊 地瓜 是你啊 为我烤地瓜的从来就只有你 小九只是觉得 小九随口说的一句话 王军竟然还记在心里 小九 只要你喜欢 本王愿一辈子 都给你烤地瓜 小九 王军 你的手怎么了 不碍事 给你烤地瓜的时候 被烤火灼伤了 王军你等着 我去给你拿药 来 王军 我给你上药膏 好 来 去吧 你再吐个火焦试试 包厚的 不容易被烧穿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呀 明日本王便带你去猎场 散散心 王军带小九真好 来 吃烤地瓜吧 要不然都凉了 我也吃